Hello everyone,亲爱的同学们,欢迎来到十倍速自然拼读,我是兰迪老师 今天我们要接着上节课的常见词尾的内容呢 继续给大家补充一些常见单词的尾巴 以后见到长单词就不再害怕了 今天首先登场的是OUS,CIOUS和ABLE 好,先看一下OUS在单词里面读US,US 比如Famous,Dangerous 如果大家现在还不能够一眼把它识别出来 来,你老师把这些单词先切分 是不是很明显看到最后一个音节里是OUS的尾巴呀 US,US,Good 我们再来看C-R-E-O-U-S,DU-S US,US,US,比如Delicious 这个单词很长,但是你切开之后先把尾巴搞定 D-L-I-S,这个单词是不是瞬间就记住了 非常棒 下一个单词 Vicious,Vicious,Good 也是切开之后很明显C-R-E-O-U-S 是一个尾巴,我们已经会了 US,Good 再来看下一个词为A-B-L-E 它本身是一个单词 A-B-L-E 它可以做一个单词独立存在 表示能力,可以做什么事情 A-B-L-E 有时候也会出现在长单词的尾巴上 比如 Capable Capable Good 再来 Suitable Suritable 再来一个 A-V-I-A-I-A-L-I-A-B-O A-V-I-A-I-A-B-O 同样的 长单词一定要把它切开才好记 咱们再看下一组词为组合 F-U-L N-K N-G 同学们这三组发音有很多同学一直以来都是读错的 不信你跟着老师往下看 FUL在单词的末尾读FUL 通常出现在单词的末尾表示这个词是形容词 咱们看第一个例词 Helpful Helpful有帮助的 Careful 小心的 Very good Beautiful 美丽的 下一个组合是NK 同学们注意啊 它的发音不是NK 而是NK 有没有不同 没错了 它就是要把我们的嘴巴张开才能发出后笔音 NK 比如看几个例词啊 不是BANK 是BANK BANK 细微的差别才能够显示出我们是不是经过专业的老师指导 或者是凭自己感觉去读 OK 同学们加油 再来 Think Think 有的同学是这么读 Think Think 嘴巴不够大 你的后鼻音就出不来 我来示范一下前鼻音后鼻音的区别 前鼻音 嗯 嘴巴小小的 后鼻音 嗯 嘴巴大大的 发音感觉一模一样 BANK Think 如果你读成 Think Think 这感觉就出不来了 Blink Blink 不能读成 Blink 是吧 OK 嗯 嗯的感觉非常棒 接下来的这个组合 Ng 很多同学会读成 Ng Ng Ng在一起就是一个后鼻音 就好像我们汉语里面有明前鼻音 有明后鼻音 大家能听得出来吗 如果实在听不出来 那就也不纠结了 咱们能尽量做到张大嘴巴 那个感觉就出来了 比如这个例词 King Think Song 如果你嘴巴是 S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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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是吧 OK Very good 好了 到现在为止呢 我们已经跟同学们分享了 常见的单词结尾 有哪些情况 当然还有没有被列举到的 那些都是不常见的 咱们同学们 遇到我们课程中 没有讲到的单词词尾 咱们同学们 另外积累一下就好了 好 本节课的内容就到这里 Thank you very much See you next time Bye for now